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照片,对了,看照片就要看外媒镜头下无辟的照片才行呢,裙子颜色大家说说,是紫色还是肉色,还是肉粉色,反正小编的实色能力已经不行了,据说是紫金丝花会自绣礼服,近显中国美,我看穿在那扎身上就没有,这样看那扎的脸还行,就是上半身裙子穿得太肥了,蕾丝蓬蓬的近显肥肉, 那扎在圈内一直以又白又鲜的外貌主称,这样看正脸还行,然而这次她的造型却遭到了网友的不少吐槽,不仅是裙子的颜色,还有这葫芦的首饰,都让她显得老气横秋,注意鼻子,要带就带一套的葫芦首饰,真的是老气啊, 这次那扎以高级珠宝品牌大使的身份,受邀亮下嘎那电影节的,想不通了,想问一下大家,那扎鼻子就张这样吗,这么小,两边还不对称的感觉,能呼吸的过来吗,两只鼻孔还朝天开,眼睛也肿,抗打的颜值呢,鼻子是超级无敌巨小了, 网友也纷纷表示,这真get不到她的美了,超模西梦瑶也受邀出席了这次首映里,她身穿依稀希腊风的白色长裙,和那扎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,我想那扎如果穿这样应该会好看很多,毕竟那个太老气了那,不过没,有经修过的照片,能明显看到西梦瑶的法令纹和颈纹非常明显,肤色也有点暗沉,不过都29岁了,笨三的人了, 时间啊,背部镂空的,这背肌还真是发达,那柔软的小蛮腰是不是没有的,你觉得两位的造型谁更